Hello, 大狗, 歡迎來到 Hi-Fi 發燒台 好像很久沒有跟大家分享過黑膠的影片 我最近聽了幾款黑膠, 我都覺得值得跟大家分享 所以這次又拍片跟大家分享黑膠 還有最近我做了一條新的片頭和片尾 希望大家都有新鮮感 如果大家想知道我這次有什麼黑膠介紹 那就不要走開, 繼續看下去 這位美女大提琴家, 奧花坑來 不知道大家認不認識她 原來她在八、九十年代都出過很多唱片 主要都是拉走古典音樂 今次這張其實是一張re-issue的黑膠 當年這張碟只是出過CD 據唱片公司說, 今次這張黑膠是首次發行 大碟名叫Imagine 如果大家看到大碟名, 可能都會知道這是什麼 其實這次她不是拉走古典音樂 她用大提琴, 加上弦樂去伴奏 來拉走Beatles的作品 當然那些旋律大家都會很熟悉 這次用黑膠來做載體 來聽這個弦樂, 總是有優勢 這次我聽了這張黑膠製作也相當好 聲音的底座也相當低 而且這張碟也很平直 所以我覺得值得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一套兩張黑膠 和大家分享一下這套黑膠 這套黑膠是來自鋼琴家Alexander Christian 她在1989年在德國漢堡出生 她擅長演奏浪漫風格的曲目 她之前也來香港演出過 她在Sony旗下也有推出過幾張大碟 都相當受歡迎 而今次這套黑膠是一套兩張黑膠 不過只有三面內容 而音樂內容是演奏圖畫展覽會 其實圖畫展覽會 是來自俄羅斯作曲家 莫索斯基的作品 原本是創作給鋼琴演奏 不過之後由不同的作曲家 改編成為管弦樂版本 當然大家最熟悉的是 拉威爾佩喜的版本 而這個圖畫展覽會 其實莫索斯基是一次參觀 根據已故朋友的畫展 而得到靈感 裡面有不同的音樂 有很多段的音樂 其中一段叫做漫步 這段漫步是穿插在整首音樂裡面 令整首曲舞更加連貫 除了漫步之外 包括有古堡、豬魚、牛車、女巫的小谷 以及基庫大門等等 這次Alexander Christian演奏鋼琴版本 我覺得他演奏得比較細膩 更加深入到音樂裡面 不像很多演奏風格 來得很大動態的感覺 他比較細緻一點 浪漫一點的感覺 我覺得這個演繹 更加可以感受到原本作曲家 他那種原本的想法 所以我這次就和大家分享 這間來自法國的唱片 公司The Lost Records 這間唱片公司 他們出了很多黑膠和CD 之前都向大家介紹過 還有他們出的大碟 其實都是來自一些很出名的演奏家 或者音樂人 去到歐洲演出的音樂會 那些現場錄音 還有那些錄音 其實之前都沒有出過CD和黑膠 他們就把這些原裝舞台找出來 再重新製版來吹吹黑膠CD 我之前聽過幾張 我覺得效果都相當之好 音質都不錯 還有這些錄音 全部都是來自一些經典的演奏家 那些現場錄音 所以我覺得是相當值得收藏 我這次又見到 他們推出了兩款黑膠 是一套兩款黑膠 包括有這個Ella Fajero 這個也是1961年 一場現場演唱會的錄音 還有這一張 Day Buber Quartet 亦都是一張 1967年一個現場錄音 這兩個都是音樂會的現場錄音 我聽過那個效果都相當之好 所以今次繼續向大家介紹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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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w after bow, I said it wrong, I goofed 每一次當我聽到徐兆豐的歌聲,我都要想起我外公 因為在我小時候,我外公他聽到徐兆豐唱歌的時候 他一定會大讚徐兆豐的唱功很好 我今天再聽到,我都發覺真的 在他每一句之間的透氣位,真的完全聽不到有透氣的聲音 今天為什麼會提起徐兆豐呢? 因為最近我看到有一張在版黑膠,是新曲與精選 徐兆豐的新曲與精選 嚴格來說這一張不是黑膠 因為他用了透明綠膠去印製 我聽過之後,我發覺聲音效果都不錯 所以先跟大家介紹 我都拿過和舊版比較過 以及這張裡面一首喜喜揚揚的原裝黑膠 都有比較過 我發覺效果都達到我的要求 所以我先跟大家介紹 坦白,因為始終這張是一張精選的黑膠 原本就是一張精選 所以他裡面每一首音樂的歌曲 其實質素都有些參差 不過我聽過其實有幾首都相當之好 好像有《風的季節》、《喜喜揚揚》、《無奈》和《夜風中》 我選了一首喜喜揚揚來做比較 我今次比較不單在我自己的組合上高 我都在別人的組合上比較過 我首先比較了原版的喜喜揚揚 跟這張舊版比較 我發覺精選這個始終比原版差一點 但如果不是直接A、B比較 其實也發覺不到 我接著就拿這張舊版和新版去比較 直接比較 剛才不是說了不單聽我 也拿到外面比較 也要聽了一首喜喜揚揚 我發覺舊版的聲音比較散 是沒有那麼實在的 而新版的樂器和人聲比較實在 而且人聲和樂器的分隔度比較好 而且舊版的人聲和樂器比較前些 而新版的人聲會比較前些 但樂器會拉後些 變成前後的層次感比較好 所以我聽完之後 我發覺這張新版的綠膠 是值得跟大家分享的 我也錄了一段少少的音樂 給大家做一個比較 不過因為Youtube的版權問題 就不能錄得太長 希望這幾秒鐘 都可以讓大家聽到這三張不同的碟 錄出來看看是否聽到 比較出來的聲音 好了 今次的分享差不多了 記得分享和訂閱 Hi-Fi發燒台 下次見 加金晶 今天我又看見 不是很久了 那是消息 各位的確是 三萬五指同 和音樂的確在這三張內 先吸收到 快點接得到